深夜裡四名騎士並排停在空無藝人的馬路上 一旁有人一身令下四名男子立刻猛催油門向前直衝 仔細一看其中一人根本沒戴安全帽行徑相當危險 這起事件發生在花蓮受風箱13號凌晨2點 騎士一行人在封平路三段上占据道路囂張飆車 其中一名騎士在競速過程中甚至仰躺在機車上 玩命行為讓飆速影片在網路上瘋傳 據了解該路段比直路面平滑 因此常吸引大批改車族前來飆車 附近居民都不堪其擾 解放火爆後立刻調閱偵視器加強取締 希望儘快將違規的飆車騎士逮捕歸案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危險駕車者最重可處新台幣9萬元發緩 亦可能觸犯刑法第185條公共危險罪 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為了陳一時之快在馬路上飆車 玩命歧視的危險行徑 可說是害人害己 只有劉己嬌 謝蘇雅 花蓮報導 更加采訪 女生的情況 她有意見到 《死定》 最重可處新台幣6萬元發緩 本身為新台幣6萬元發緩